甘肅省鎮元縣人民政府 為響應中共圖書館圖書審查清理的政策 最近發布縣立圖書館焚書的消息 引起民眾廣泛關注 當局急忙刪除相關的消息 相關的網絡輿論也遭控管 甘肅省慶陽市鎮元縣政府 10月23號在官網發布報導 當地圖書館對館藏出版物進行了清查和集中銷毀 同時附上一張工作人員 在圖書館前焚燒書籍的照片 報導稱 鎮元縣圖書館全面清查 並迅速銷毀了含有傾向性的文章書籍 圖片書刊和影像資料等 在22號上午就已銷毀了65冊設傾向性的書籍 報導強調 本次焚燒活動由鎮元縣文旅局分管領導 親自盜館督查 這本身其實這種做法就覺得很奇怪 鎮元縣的焚書位置是有部署的統一行動 中共教育部從10月15號起開展全國眾小學圖書館 圖書審查清理專項行動 審查清理標準包括違反憲法等法律 違反出版管理條例的非法圖書 不符合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不適宜圖書 還包括外觀差 無保存價值的圖書 事件在網路上引發反彈 民眾質問當局焚書的合法性 接下來是否要坑儒 還有的諷刺的說 還在用稍輸的方法統一思想 維護集權 真是蠢到家了 國內知名作家在社群平臺朋友圈質問中共當局 以清查為名 以文件為準 以學校為史 全國範圍焚書 事關中國文化命脈 必須由全國人大舉手表決通過 請問這是誰批准的 誰簽的字 圖書館也稍書 圖書館歸屬文化部 文化部發文了嗎 對此 鎮元縣政府急忙刪除相關消息 官方也開始管控言論 以鎮元、焚書等關鍵字在百度、微博等平臺查找 也越來越難搜尋到相關的新聞報導 中國歷史學專家 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李元華表示 中華民族在傳統上是一個非常重視文化 尊重文字的民族 書更在不同的歷史時期 具有影響社會各方面的寶貴價值 李元華認為中共封網、焚書 目的就是鉴制人民的寶貴價值 這完全是一種破壞文化的一種極惡劣的一種做法了 李元華認為中共封網、焚書 目的就是鉴制人民的寶貴價值 原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尤兆和表示 中共實行控制人民思想的愚民政策已經幾十年了 現在中共統治內外交困、四面楚歌 所以它要加強思想控制 現在又開始嚴管圖書館 這只能表明中共的虛弱本質和對人民的恐懼心理